配合66周年的国庆日 一众国家领袖今天早上抵达了布城广场 举行2023年国庆日庆典 国家元首苏丹阿多拉陛下 和元首厚东姑阿兹沙阿米纳登上了皇家座驾 向民众挥手致意 同时 在国歌的伴奏下 五架直升机飞过了上空 现场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随后 国家元首接受了皇家敬礼 并检阅了由马来皇家军团第一营组成的仪仗队 随着鼓乐声的响起 首相安华也到达了现场 与此同时 现场也高喊了三次昌明大马 其他出席者还包括两名副首相阿末扎西和法迪拉 以及内阁部长外交使节等重要人物 在国庆日当天 击打州务大臣沙努西收到了一份大红包 雪兰娥州务大臣阿米鲁丁就巴生河清理计划提出诉讼 起诉沙努西诽谤 据自由今日大马根据昨天发布的文件 阿米鲁丁已经在沙阿南高亭起诉沙努西诽谤 在本月2日的六州选举竞选期间 沙努西在击打日德拉一次政治讲座上 指责阿米鲁丁和成功创办人陈志远 参与了巴生河一带的清理计划 他表示 雪兰娥海上门户项目SMG 可能导致雪州政府损失1亿8千万令吉 沙努西还指出 陈志远因此获得了雪州政府600英亩的土地 并且掌管了雪州大臣机构子公司55%的股份 对于沙努西的上述言论 阿米鲁丁在8月9日发出了律师信 要求沙努西在48小时内道歉 并支付1000万令吉的赔偿 此外 陈志远和成功置地公司 因沙努西未能公开道歉和赔偿 已经在诽谤案件中提出诉讼 他们还向法庭申请封口令 要求在诽谤案审判结束之前 禁止沙努西再次发表相关言论 前首相马哈迪呼吁政府关闭种族分流的学校 他认为这是缩小种族鸿沟的最佳方式 根据马来西亚《前锋报》引述马哈迪的言论 他表示通过教育是消除种族分隔的最佳途径之一 而取消种族分流学校是可行的举措之一 他指出 有一些族群拒绝让他们的孩子就读政府学校 因为这些学校被认为类似于宗教学校 尽管政府学校的情况有所改善 但某些族群仍会避免将他们的孩子送到这些学校 马哈迪最近一直强调种族问题 他表示某些外来族群不愿意与马来学生共同学习 因为他们希望保留自己的文化和母语 类似于在自己的国家 他提到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 移民只要精通英语并融入当地文化 就可以获得公民身份 他以英国首相苏纳克为例 指出尽管他是印度后裔 但他的英语与本地人无异 关于敦马哈迪被指发表侮辱王室言论的事情 他透露警方已经向他录取了口供 他表示 政府现在滥用警察调查涉及种族、宗教和王室问题的人 这是一种虐待 他认为法律应该由国会制定 而不是由首相单方面行动 这导致他被警方问了各种问题 尽管如此 他表示对于昨天的盘问 他一律不会回答 他告诉警方 欢迎提起指控 他会在法庭上回答问题 向人民揭示政府犯下的错误 此外 马哈迪在发表国庆宪辞时 也表达了对马来人被边缘化的担忧 他今天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段视频 祝贺马来西亚迎来了66周年的国庆 并感叹这段独立的历程来之不易 然而 他也对马来人的边缘化感到忧心 他担心马来人可能会失去自己的国家 他说 Mardekar独立意味着自由和不受束缚 经过500年的漫长旅程 马来西亚获得了独立 但马来人的斗志从未减退 我们庆祝独立 这象征着我们不再受殖民的统治 这是用鲜血 汗水和眼泪换来的 我们获得了自由 我们可以自由地决定前进的方向 我们联合在一起 共同构建了马来西亚 我们对国家和人民负有责任 我们成功地建设了国家 带来了安全和和平 他感叹 对于年轻人而言 独立意味着欢呼和幸福 但Mardekar独立的含义更加深刻 现在与过去不同了 荣耀是否能够永存 马来人会被边缘化吗 我们会失去我们的国土吗 前巫统最高理事达祖丁 已经成立了一个 名为巴西沙勒崛起的非政府组织 他强调自己不是自说自爽 而是为了在政治 经济及教育方面扶持马来人 达祖丁在昨晚参加了 名为马来人崛起2.0的活动后表示 这个非政府组织 与其他一般性质的团体不同 他说 我们要保卫马来人的命运 因为他们在各个方面 仍然落后很远 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自我陶醉 我们不希望这个非政府组织 成为个人满足私欲 自我宣传或争取职位的地方 尽管如此 他指出 成立巴西沙勒崛起并不是为了与其他种族对抗 而是为了给马来人提供一个发声的平台 就像其他为民族权益争取利益的团体一样 他强调 其他民族的非政府组织更有影响力 就像马来总商会 董总在教育文化和语言议题上 为华人社群发声 那么 我们马来人呢 马来人的非政府组织 为马来人争取权益的平台在哪里 因此 他表示作为非政府组织 他们将监督政府 在政治 经济 文化和教育方面所实施的政策 针对最近宗教学校学生出席演唱会引发的争议 吉兰丹州宗教司拿督·莫哈默·苏克里发表了看法 他形容演唱会是一种罪恶的场所 因此他认为 身穿长袍 带头巾或送骨的宗教学校学生 前往这些不道德的场所 是不正确的行为 他强调在伊斯兰善公 Rukhan Islam中 没有涉及偏心这个词 因此所有穆斯林都应该遵守同样的准则 莫哈默·苏克里指出 宗教学校的学生属于一类特殊的群体 他们参加可能会引发罪行的活动 如演唱会 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他表示 如果我们参加演唱会而忘记自己 甚至是上舱 这是不被允许的 我们祈祷时都应该想着上舱 因此演唱会 本应该是让我们更加清净上舱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